欢迎订阅周欧桃子剧场 每日更新最新短剧 你会不会断盘子 你总不不眨眼子吗 那我心里买了 帮我穿成什么样啊 对不起对不起 要不我赔给你 就你这穷酸样 你也赔得起 我这可是香奈儿的宝宝 价值八万块 你拿得出来吗 什么八万块 看这穷酸样也拿不出来 今儿个呀 我就大发慈悲一回 只要你给我会一下 磕头道歉 我就不计较了 否则呀 你就给我滚蛋 磕头道歉 这位夫人 你有点嘟嘟逼人了吧 你这个包 擦擦明明还能用啊 擦擦还能用 金脸 这里呢 你们这要用什么 叫马老夫说 姬夫人 是我管理不当 磕死死了 你这个村姑竟敢得罪我们的跪口 还不赶紧跪下来道歉 来人 摁住他 好了 好了 把它开除吧 开除 我都已经下跪道歉了 骗什么好好开除我 呦 那又怎样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你这样的穷鬼 根本不赔出现在 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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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除我可以 那你把这个月工资借给我 这两千块钱 就当打发叫花子了 赶紧给老子滚 我来 两千块 为什么少了一千 你的形象 已经严重影响了我们酒店的形象 老子只扣你一钱 算慈悲大方啊 来人 给我扔出去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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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看你这个臭存孤不帅呀 跟他上班真是会气 赶紧滚 滚 陪你 有钱了就可以胡作肥媒吗 等我有钱了 我一定要把你们都摔在脚下 东西你都收拾完了 等他回来 让他带着动物业 赶紧走 你 启言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啊 这不嘛 启言要结婚了 女方那边要五十万彩礼 这不 顾家 还提亲了给了五十万彩礼 车也来了 拿上你的东线 赶紧上车吧 提亲 就是顾家大少爷要娶你 我不嫁 我都不认识什么顾家大少爷 我不会嫁的 不嫁也得嫁 养你这么大 费了我多少心血 该是你回馈家里的时候了 爸 你养我这么大 难道就是为了拿我去换彩礼吗 不然呢 不是为了彩礼 养你这个赔钱货干什么 原来在你眼里 我就是个赔钱货 你不是赔钱货是什么 一个月两千块钱 你都交不到家里 我真是白养你这个养女了 我 我辛辛苦苦补贴家用 我当服务员我挣钱 我每个月大半工资 我都交给家里了 你们还嫌不够吗 难道 没钱就不配被人爱吗 没钱 只要被这个家里无情地抛弃吗 别跟老子在这装可怜 少废话 别让顾家的车等齐喽 抓紧上车 我不嫁 我死都不会嫁的 这有吗你 今天不嫁 你也得见 成功触发贬值条件 全世界贬值一百万倍 宿主财产保值 赶紧把他弄车上去 让他垃圾一块带走 垃圾一块带走 这是哪儿啊 刚刚的声音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们那个新来的村屋大少奶奶吧 大少奶奶竟然叫到我们顾家 肯定带了很大的红包吧 那还不赶紧给我们俩多发点 喜庆喜庆 我没有钱 没有钱 连一毫都拿不出来 那你当什么大少奶奶呀 一毫 这是什么古老的单位呀 我真的没有 有没有 那我们检查一下就知道了 这一百块的金钞啊 还是五张呢 这臭胆 我摸着一百块的金钞了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 那个 那个 一毫没有 一块钱行不行 行行行 一块 不少啊 你把我卖了都行啊 一块啊 我这个干一辈子都赚不了这么多钱呀 大少奶奶出手如此阔绰 从今以后 我们全家 对大少奶奶 俯首称臣 为大少奶奶 马首试真 这是怎么回事 两块钱 就能让他们这样 难道 刚刚那个声音说的是真的 全世界物价都贬值了 那我卡里还有两千块 加上存钱罐里的钱 不就能成为世界首富了 大少奶奶 我们带你去见大少爷去吧 好 大少奶奶 我们带你去见大少爷去吧 好 竟然是你 竟然是你 小心 你没事吧 我送你去医院 没想到今天要嫁的 竟然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真是缘分 救命之恩 当以身相许 我以后一定好好对待 我知道 你肯定不愿意嫁给我这儿一个残废 实在是委屈你了 以后在这个家 记得几年深情 只要你好好的 我会好好给你过日子 明辰 我怎么会觉得委屈呢 我觉得 你就是全天下最好的男人 我一点都不嫌弃你退缺 你放心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谢谢你能接受我 不过 我家没有那么简单 恐怕以后 我们要受些委屈了 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我什么都不怕 好了 局势快到了 我们赶紧进去吧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合 我让你起了吗 茶还没进完呢 是啊 还没给我们家旺财磕头呢 咱们就起来了 你们竟然让我给一只狗磕头敬茶 你一个乡下来的爷丫头 懂什么呀 这可是老爷生前 最宠爱的狗 他带这只狗 就跟亲儿子一样 问辈分 也算是你们的弟弟吧 你给他敬个茶怎么了 自古以来 也没有给狗磕头敬茶这一说吧 就算你们把这个狗 当初你们亲儿子养 但是 也没有让哥哥给弟弟磕头之说呀 少废话 让你磕就磕 顾铭铛 带着你这个乡下没有礼数的老婆 赶紧给帮他磕头 铭铛都已经这样了 你们竟然还让他磕头 身为亲人 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好啊 好啊 他的腿残疾了 你可没有 你给我跪下 不用他跪 我跪就行 明昌 不许跪 一条狗而已 凭什么让你跪 思思 我们能待在这个家 就已经很不错了 我只希望 能在这个家平静的度过余生 你不要再惹事了 好吗 我 明昌 看看 把我们家旺财都给吓跑了 还不赶紧跪下 站都站不稳 赶紧给我跪好了 让我看看 作为我们家儿媳妇的礼数如何 你们太过分了 新婚当天 这样为难我们夫妇 你们真的算是明吹的亲人吗 财经们就敢舞妮婆婆 今天我要让你知道 在这个家里 婆婆就是天 明廷 切齿拿来 不行 今天是大喜的日子 她毕竟是我老婆 顾明昌 我虽然是你的后母 但也是你的母亲 这个乡下来的野丫头 这么不懂礼数 我教育教育她怎么了 我算是看出来了 既然你们如此厌恶我 我们走就是了 明昌 走 这个家我们不待了 思思 你别闹了 我们没钱没事 能去哪儿 我的腿这样了 我们又能走哪儿去啊 没事 你别担心 明昌 我有能力给你想要的一切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 走 想走可以 把你养父拿走的 五分钱的彩礼还回来 不就是五分吗 我给一块 这 这可是一块钱巨款啊 这真的是一块钱的巨款啊 他不是乡下来的村公吗 怎么会这么有钱啊 你一个乡下来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 难道是偷的 抢的 这些钱是我自己辛苦赚来的 没偷没抢 你少在这污蔑别人 警报 警报 检测到储户或思思 存款超过上限 新晋世界首富出现 新晋首富出现了 快 准备至尊黑卡 我们要把全球唯一的至尊黑卡 献给新晋首富 快 准备十辆号车 准备十架飞机 随我去迎接新晋首富 转来的 你好大的口气啊 什么样的工作 能挣这么多钱 哼 我看你肯定是为了掩饰自己 拿假钱来骗我吧 我告诉你 我要让你坐牢 我要让你把牢底坐穿 来人 把他给我带下去 你 你放开我 你凭什么说我的钱是假的 我的钱就是真的 就算是钱是真的 那这钱也是你偷的 一样得坐牢 一样也得把牢底坐穿 把他给我带下去 什么动静 这外面出什么事了 忘了夫人 外边 外边来了十架飞机 还有十辆豪车 什么 谁这么大排场 到底是谁 神州银行行行长到 九州银行行长到 中州银行行长到 竟然是 世界三大银行的行长 他们来干什么 肯定是因为霍斯斯 偷了巨额财产 才这么大阵仗来抓他的 绝不能让这个乡下来的野丫头 连累了我们 这可是世界三大银行行长呀 如果被连累 那我们家就完了 三大银行行长来到我们家 我们真是彭壁生辉啊 都是这个向上来的野丫头 她摊牌 才偷了你们的钱 才劳烦你们大捞员都来到我们这 来抓她的 是 都怪这个该死的村姑 不过她跟我们家可没有关系啊 三位行长可不要烧极公布 尊贵的霍小姐 劳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都是行长 正好 财不外露 跟他们走一趟 也好把我的钱存起来 思思 明称 没事的 我跟他们去一趟 一会就回来 你在这等我 霍思思要坐牢了 看他这下还狂神 哼 这就是伍尼婆婆的下场 霍小姐 这是我们银行的贵宾厅 就是为了招待像您这样尊贵的客人 查我们已经给您倒好了 您还有什么吩咐 我们马上派人去办 没有了 说说你们叫我来 所为合适吧 霍小姐 请您到我们神州银行来 就是为了您成为首富 我们特此 向您献上贺礼 霍小姐 这是我们特意为您准备的至尊黑卡 霍小姐 这是我为您准备的十辆豪车 玻璃一份 还请笑纳 谢谢啊 这卡我收下了 但是这车 还是你们帮我带给保管 反正我也用不到 对了 我最近想收购几家公司 想来 你们应该很愿意带的 我们愿意 首富委托 我们定当全力以赴 好 那我先走了 哎 你怎么从贵宾厅里出话的 那是你那样的 我可以进的吗 我来办业务 为什么不能进 办业务 那有我们银行的银行卡吗 没有 没有银行卡 没有银行卡办什么业务 那我现在办一张 总可以了吧 我们神州银行 可是世界三大银行之一 可不是你这种区区的村屋 能够办得起的 至少要有一块钱以上的资产证明 你这样的 怕是连一比一都拿不出来吧 区区一块钱 我 你这村屋怎么在这 经理 你们这现在是什么 什么样的客户都接待吗 不是的 我们怎么可能会接待这种村屋呢 您误会了 霍思思 你来神州银行做什么 扫地啊 爸 说什么呢 这神州银行扫地都是研究生的学历 他小学必须的村货 他配吗呢 霍奇 你无耻 我无耻 你没钱更无耻吧 没钱 我今天来就是办业务的 要不要我把钱取出来让你们看看啊 还取钱呢 你今天要是能在这里把钱取出来 我从这个门爬出去 你怎么还不出去啊 再不出去我叫保安了 我这个业务不是你有资格办的 把你们银行行长叫出来 看看我到底有没有钱 哎哟哟哟哟哟 还装盛了 神州银行的行长也是你陪认识的吗 别把牛皮吹破了 先不说行长认不认识你 一会人家来不来还不一定呢 保安 保安 把这个粗糕给我拖出去啊 有哪个不要命的 敢对手腹不敬 什么啊 哪居然是手腹 航长是不是搞错了 你是什么东西 也敢质疑我 刚才是不是你对手腹不敬 来人 把他腿给打断 扔出去 今天开始你被解雇 航长不要啊 您饶我吧 我真的不敢了 航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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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成首富了 姐 你可千万别跟我们计较 咱们是一家人啊这 家人 把我卖给顾家换彩礼钱的 也配叫做家人 什么 你们居然做过这样的事情 霍小姐 请让我们替您惩罚他们两个 动手吧 我和他们已经没半点亲情了 来人 把这两个人给我拖出去 打断手脚 轰吐行程 你一个吃我的助我的孤儿 我们把你养大已经人知一信 你如今不知感恩 还反过来害我们 感恩 自从我成年之后 你们就逼着我出去打工 你们一家人吃我的用我的 难道这些不足以回报你的养育之恩吗 这这东西应该做的你 养育之恩 当永泉想报 你不仅不报 还反过来想害死养父和你的弟弟 你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没错 好啊 真是长大了 不脱硬了是吧 没错 那就别怪我们给你绑回去了 好啊 既然你们如此无情 既然留不得我 我走就是了 养育之恩 如以为报 这一败 是感谢你的领养之恩 这一败 是感谢你的收留之恩 这一败 是感谢你们做了我二十年的家人 从今天起 我霍思思和霍家 一刀两断 恩断一绝 再无正所瓜葛 既然你想跟我们霍家恩断一绝 那就把霍家都给我留下来 你们吃的用的 哪样花的不是我的钱 就连你们手上现在现有的钱 也是把我卖掉换来的 霍思思 你什么态度 你们什么态度 我就什么态度 你这个贱人 竟然跟爸爸这么说话 可不删死你们 放肆 竟然敢欧打霍小姐 把把他们给按住 霍小姐 请问 还是按照刚刚说的主制吗 随你们 这里交给你们了 我先走了 恭送霍小姐 她怎么回来了 她不是偷钱被抓了吗 难道 难道这些钱真是她的 你怎么回来了 说 怎么回事 首富的身份太招养 还是先瞒起来吧 那些钱是我养父给的 没想到全是假的 只是一场乌龙而已 嗨 原来是一场乌龙啊 还以为她真这么有实力呢 哎呀 村姑就是村姑 家钱装逼吧 走了走了 霍思思 像你这样的村姑 能够嫁进我们家 已经是祖坟上冒清烟了 就不要幻想着 当什么少奶奶了 赶紧去给我干活洗衣服去 思思 今天的情况你也看到了 我根本就没有能力保护你 你还是走吧 明辰 我霍思思是你的老婆 以后 让我离开这种话 你就不许再说了 况且 当年是你救了我 我今天 以身相许 报答你的恩情 思思 当年那个人竟然是你啊 或许 这可能就是缘分吧 我嫁过来之前我也不知道 好啦 别再说这些了 你放心 我以后 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好 对了 过几天就是爷爷的寿宴 你别忘了 既然是爷爷的寿宴 那我就得让你在大家面前 好好长长脸 爸 您都不知道 火丝丝那个小剑蹄子 他都不让我管他的钱 您说 他拿出了一块钱的巨款 我这个当婆婆的 我能不多问几句吗 就是 爷爷 嫂子太目无掌尊了 根本就没把咱们家长辈放在眼里 哼 你们不用怕 我怎么能有这么刁蛮的孙媳妇 等她来了 好好教训小剑一打 哎呀爸 今天可是您的六十大寿 咱们呀 不说这晦气的话 嘿嘿嘿 祝老爷子寿宾年山 俗如东海 哎呀 谢谢谢谢 来来来 坐坐坐 他们怎么来了 不是说这顾名称 遣进了之后 这种业会 不让他们参加了吗 不好意思啊各位 路上堵车来晚了 那别人怎么都来了呀 怎么 路上就堵你的一辆车是吗 我看就是没把爷爷的寿宴放在心上 你二哥腿脚不方便 哎哟二哥 你这个残废怎么也来参加爷爷的寿宴了 还带着霍斯斯这个乡村野鸡 你知道今天都谁来了 整个青城的名门都来了 你说你来这儿 这不给家里丢人呢嘛 你 够了 你们两个就坐在门口吧 别惹大家犯 思思我们走吧 别惹爷爷生气了 难怪呢 自从顾东市长去世之后 顾家就一劫之阵 原来也不是没有原因啊 霍斯斯 你怎么说话这么大胆子 难道是因为我老公羞辱顾名称 你想为你老公报仇 那他可就打错主意了 我们家明廷可是刚刚跟文文定了婚 文文可是书香集团的签计 身价高达五十块呢 你一个村姑口气突然这么猛 不像是一个村姑会说的话 不会是明廷教的吧 别以为我们不和你这个村姑计较 肯定是顾名称教的呀 他一个村姑 难敢瞧不起顾家呀 就是 他就是个不孝子孙 不就是腿瘸了吗 怨气那么大 还敢质疑爷爷 顾名称 你现在是质疑我这个老头子了 质疑我促使不公是吧 天家公我看呀 就像这样连您都敢质疑的不孝子孙 就应该被赶出顾家 您说是不是 就是的 爸您看我弟一个外人 都知道向了咱们家说话 顾名称 竟然敢教着那个苏姑叔叔这样的话来 我真的是白养他这几天了 是啊 真没想到 这顾名称就是个白眼王 思思 要不还是先道个歉吧 先让这事过去 你看今儿 还是爷爷生日呢 我不道歉 我没有错 凭什么我道歉 看 看 霍思思连道歉都不看 哥 你怎么能这么叫他说话 顾名称 看你娶了好老婆 爷爷 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你 你竟然 你们一个村姑 一个残废 也敢捂你爷爷的意思 看你们下次还敢不敢 哎 霍思思一个农村来的 乡野村姑啊 突然到顾家之上的大家庭来 难以适应干些村里的粗笔事儿 也是正常的了 都是小问题了 就是 哪像我们明廷选的老婆 可比某些村姑强多了 可不是吗 文文可是输墙集团的千金呢 文文 听你的意思 你有解决的办法了 既然是二哥管得好老婆 那就把二哥总经理的位置 让给明廷 让有能力的人来管理公司 也算是对二哥夫妇的成见呀 凭什么 那是明廷拖着残废的双腿 日夜辛苦工作才得来的位置 凭什么让给他 凭什么 就凭你只是个乡野村姑 而我啊 是书墙集团的千金 动动嘴皮子的事儿 就能把你老公 努力得到的东西拿走 文文说得对 林山 你把总经理的位置啊 让给明廷嘛 你带到集成去历练历练 你 今天可是爷爷的寿宴呀 你们两个 应该空手来参加的吧 我的钱早就被股价控制起来了 手上一分一毫都没有 哪里有钱买贺礼呢 这高文文肯定是知道这件事儿 才故意羞辱我们的 明廷啊 可是准备了超丰厚的贺礼呢 明廷啊知道爷爷爱喝茶 所以呢 特地找来了信仰盲街中啊 最顶尖的黄金牙 价值七块四 好茶 好茶 好茶啊 而这个呀 是一整块冰种飘扬绿翡翠 雕成的乳翼 是极为罕见原始雕成的 价值三十块 好 明廷真是我的好孙子呀 而这个呢 是我爸爸送给您的礼物 宁江集团的订单可通 这可是宁江集团的订单呀 这是新井世界首富的公司 如果运作好的话 我们顾价可能近百块呀 刚才听嫂子那么大口气 想必一定有更好的贺礼吧 哎呀 每个村姑一个残废 一对废我 都拿出什么贺礼啊 不会是拿什么乡下的土特产 当贺礼吧 这可真是嚼嚼大牙了 看来这里不欢迎我们 思思 我们走 我想走 我们当然可以拿得出更好的礼物 哎 像这样的垃圾 也可以上桌 大胆 思思 你干什么 思思你他妈疯了吧 那可是几百块的贺礼 你他妈赔得起吗 思思 你真的太冲动了 他送的这些垃圾 我当然赔得起 三分钟之内 把贺礼送到 思思 闹够了没有 在这大庭广众之下 你非让咱们两个夫妇 这么丢人吗 明辰 你相信我 我一定能拿得出更好的贺礼 好 我相信你 哼 还在这里说大话呢 你一个乡野村姑 能拿出什么贺礼啊 拿不成 还能拿出比我导次更高的贺礼 怎么可能 他一个乡村野鸡 最多也叫另一篮子鸡蛋 烦了 竟敢在我的寿宴上掀了贺礼 来人 把霍思思 把顾名城的手打断 扔出万老酒店 李到 绿城别墅一套 海洋之心 世上仅此一条 东海一明珠一颗 金砖六块 现金一百 这是谁送的礼啊 这 这也太贵重了 到底是谁送的 霍小姐 你全部送到 礼物挑的还不错 不是 你一个乡野村姑 怎么可能能送了起这些 爷爷 这里边肯定有误会 住口 霍思思 你什么身份 这么大臭笔 这不算是首富 七把也是青春的豪门哪 你给老头的一个解释 我没什么身份 我只是明珍的妻子而已 我觉得明珍的能力 还是挺不错的 这个总经理位置啊 还是接着由明珍来担任 比较合适 爷爷 什么意思 我让明珍继续担任主经理 你接着历练历练 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思思是个好孙媳妇 我对你呀 很满意 来 你们俩坐我旁边 寿宴马上开始 这寿宴我们可吃不起 明珍 咱们走 晦气 怎么就碰见她了 霍思思 没想到你一个乡野村姑 居然能有这么多钱 既然嫁进了顾家 也就别藏着掖着了 还有多少钱 赶紧拿出来吧 顾明婷 她是你嫂子 说话尊重点 怎么 你一个残废 还想护着老婆呢 顾明婷 这世上 就没有嫂子把钱交给弟弟的道理 给我起开 我要是不让她呢 霍思思 你说说你 明明有那么多钱 非得守着这个废物的顾明琛 不如 你跟着我 我保证你做一个风风光光的顾家少奶奶 而不是跟着这个废物出去让人笑我 你想干什么 她可是我老婆 哟 你一个连战都站不起来的残废 老婆早晚得跟人跑了 顾明婷 下次再让我从你嘴里听到这种话 就不是这一下子就简单了 不是 你推着一个残废出去干什么呀 她就是个废物 出去也就是给顾家丢人 这种废物就应该待在家里 别他们丢人 顾明婷 你再羞辱我老公一句试试 这就是羞辱了 我说的不是事实吗 她就是个废物 站都站不起来的废物 顾明婷 顾明婷 我劝你嘴边放干净一点 现在滚出我的事情 否则我不会放过你 你们等着瞧啊 思思 您为了我这样得罪顾明婷 恐怕她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顾明婷不是个善事 以后我们可没有好果子吃了 顾明婷 没事儿 我才不怕她呢 你放心 从今以后 你再也不会受她欺负了 哎呀 我手机没带 你在这儿等我一下 我回去拿 嗯 好 顾明婷 你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想把你推到楼梯底下摔死你 顾明婷 你真是杀人 谁又知道是我做的呢 他们都会觉得是你老婆把你推下去 不小心把你摔死的 你 顾明婷 你这个废人啊 真不如死了算了 我这也是在帮你啊 不然 你活在这个世界上 也只不过是浪费资源吧 顾明婷 该死的活死死 你怎么回来这么快 顾明婷 你趁我不在想谋杀金凶是吧 我没有 我那就是开玩笑的 谁让他这个残废做了利 开玩笑 那你还不快放手 放开啊 我不放 那万一你要害我哥呢 你有时间在这耍这些阴谋诡计 不如好好关心关心你的项目 我的项目 我的项目好得很 不需要你这个乡野村姑来关心 行 那你就等着瞧吧 你的项目已经出问题了 不信你自己问问 你是真能吹牛啊 你一个乡村来的野鸡 你哪知道我项目是什么内容啊 你真是吹牛不打草稿 跟我这个废物哥哥 真是天生一对啊 什么 像我出问题了 怎么可能 好 我马上过来 算你们走运了 真是晦气 碰见他了 坏了我出去逛的好心情 明晨咱们回去吧 明晨你干什么呀 也许顾明廷说的是对的 我就是个废物 真是不如死了算了 明晨你说什么呢 我活着就是浪费资源 还耽误了你 顾明廷说的没错 我就是个拖累 拖累就应该去死 老公你别做傻事 你怎么能听顾明廷那个王八蛋说的话呢 你不是拖累 在我这里 你从来都不是拖累 你 你刚刚叫我什么 老公 老婆 就我这样的非人 路都走不了 更别说 帮你护你了 还要你分心照顾我 我真的是 但是不如死了算了 我知道有一个方法 我认识一个神医姓陆 江湖人称小画陀 他医术超群 我相信他一定有办法可以治好你 我们去找过陆神医 但是他开价太高了 我们根本负担不起 何况去了也不一定能治好 老婆 算了吧 试试吗 去试试看看呗 那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好吧 都听你的 嗯 呦 呦 这不是我那个废物哥哥吗 怎么 这是终于不想当废人了 炮来治腿来了 呦 就凭你们呀 还想请陆神医治腿 做梦吧 陆神医的治疗费在清城 可是出了名的高价 别到时候看完了 连诊金都付不起吧 我们付得起 这件事情 就不用你们操心了 付得起 哥 你怎么也开始吃晚饭了呀 没有钱 就不治嘛 干嘛 要让老婆给你花钱支腿呀 老婆 如果等一会儿医疗费太贵的话 我们就不治了 账不起来也挺好 就不用你破费了 不行 一定要治 你别被顾明廷那个王八蛋给干扰 我的钱就是你的钱 为你支腿我心甘情愿 你不用管别人怎么说 等着吧 就算是你呀 也肯定付不起治疗费 别到时候打肿脸充胖子 付完诊金 没钱支腿了 是啊 我看 你们的钱都在爷爷寿宴上花完了吧 一会儿啊 就等着出丑吧 哈哈 陆神医 我老公的腿受伤残疾了 求你给他看看 五百块 给不起就滚 否则我吃不理 哎呦陆神医 他们哪能拿得出五百块呀 你呀还是把他们赶走为好 是啊 陆神医 这两个人一个残废一个村姑 根本就拿不出五百块 他们就是来这耍赢玩的 你们两个给得起救治 给不起哪儿凉快哪儿呆得去 陆神医 请您放心 五百块而已 我付得起 付得起 你真是能吹牛啊 五百块而已 那可是五百块 你吹牛是一点都不打操稿啊 过思思 我劝你 还是不要打肿脸充胖子为好 这治疗可不止一次哦 这万一 这次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 这知道一半没钱了 岂不是撑半个废人了 算了思思 我们不治了 废人就废人吧 五百块实在太多了 我们走吧 别在这里 遭人羞辱了 五百块 你可以治了 不可能 他一个乡野村姑 怎么可能有五百块 一个乡村来的野鸡 突然拿出五百块 不是假的 就是偷的 对 肯定是假的 他什么货色呀 怎么可能认识 拥有五百块聚款的富豪呢 肯定是拿了假钱 然后浑水摸鱼 想来得到您陆神医的治疗 是啊陆神医 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 你可得好好收拾他们 千万不要放过他们 报警 一定得报警 这五百块够他们把牢底做穿了 假钞 我可是不收的 而且 这次用了假钞 下次 就算拿真的五百块来 我也不给你们治 郭思思 我劝你 还是赶紧跪地磕头 给陆神医道歉吧 兴许人家老人家还能原谅你呢 就是 快跪吧 再不跪啊 就要被赶出去了 跪下之后 好好地重重磕几个小头 让陆神医看看你道歉的诚意 我这五百块就是真的 不信你们可以找人来鉴定 还鉴定什么呀 陆神医 我刚才已经说了 这就是一个乡下来的穷鬼 一分钱的价重都出不起 怎么可能拿得出五百块 是啊陆神医 他们两个一定是拿假钞来骗您的 就是想浑水摸鱼 白表您的治疗呢 来人 把这两个又假钞的穷鬼 给我打出去 慢着 陆神医 你连看都不看 怎么知道是假钞 陆神医 怎么了 他俩可是拿假钞骗您的 您还是把他们赶出去吧 这 这 真的一百块金钞啊 什么 怎么可能会有一百块金钞 这肯定是假的 太好了 虽然不知道你哪来这么多钱 但能证明清白 真的是太好了 你放心 我才不会用假钞呢 霍思思这个穷鬼 怎么可能有五百块钱真钞 你肯定是鉴定错了 鉴定错了 你个混账小子 口中光严 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可是青城知名的鉴定师 就算你爹在世 见了我也要礼让三分 你是什么东西 也敢质疑我 对不起陆神医 我怎么敢质疑您呢 就是 就是他这个穷鬼 不可能有这么多钱 肯定是偷的 您得相信我呀 顾明廷 你每次都玩这手有意思吗 怎么着 我是不配拥有这么多钱吗 你一个想下来的穷鬼 拥有这么多钱 本来就说不清楚 不是偷的假的 还能是什么 这些钱 是我自己辛苦赚来的 你爱信不信 自己赚来 我看是爬谁的床爬上来的吧 哟 哥 好大一顶绿帽子呀 你知道你护着的老婆 在外边偷偷给你戴绿帽吗 我相信思思 她不是这种人 说不清就造黄瑶 你们两个也就这点本事 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打扰我们了 从哪儿来 那你回哪儿去 陆审议 那 既然 你们已经拿了五百块 那治疗 咱们就开始吧 好 谢谢陆神医 待治好之后 我们夫妇必有重心 那这样 你让你先生先在这等着 咱俩进去研究一下 你先生的治疗方案 这 别的 은 那 我终于能站起来了 我不是废人了 太好了 真的太好了 老公 我真的好开心啊 对了 既然你的腿好了 要不我们直接搬出去住吧 是 你怎么突然想搬出去 我是觉得 那个顾名廳想要害你嘛 走 咱们去买房子 我走 我出去 老公 哎,您好,你们是来看房的吗? 不好意思啊,我刚刚在忙,刚看到二位 没事,我是来看房的 你们这儿还有别墅吗? 还有的,小姐请看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的别墅区 这几栋呢,是海未出售的别墅 不知道二位对别墅有什么要求吗? 你们这儿还没卖出去的,最好的一栋是哪个? 就是那一栋,13号楼王 位置最好,景观也最佳 去看看 好,都是你的 那带我们去看看吧 好,两位这边请 别墅 这是要孝子谁啊 你看这俩,长得像是买得起别墅的样子 不是我说你 真是凶大无能 你说你来这儿这么长时间了,怎么一点眼镜也没长 别什么人都往里带 可 别说了,赶紧的把钥匙拿来 怎么了? 我的客户现在正带他朋友过来 一会儿要看这儿的别墅,赶紧把钥匙给我 可是,你的客户现在还没来呢 我先带他们过去看一下 马上就回来 当然不行了 我的客户都是什么人 那都是青城的名门公子千金 他们的时间有多宝贵,用得着我跟你说吗 况且 想必他们也不愿意跟这两位一起看一样的话 赶紧的吧 这位小姐,不好意思啊 要不我们先去看看这一栋结书吧 反正从外观来看都差不多 哦,您看啊,这样可以吗 不行 我先来 我就要先看十三号壁书 你想看 那我就偏不给你看 你们两个也不撒朋友照照自己是什么货色 都是那趁几个子敢来这儿买好吗 你知道我等的是谁吗 说出来吓死你了 那可是咱们这儿大名鼎鼎的张绍 张绍是谁 他很厉害吗 名门张家的二少爷 不学无术,目无法迹 是青城有名的顽固子弟 还真是无知者无畏啊 幸好张绍没有听见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否则要你个好看 哦,他这么厉害呢 那当然 张绍可是名门张家的功夫 不是你们这两种人比得了的 当然啊 我大发慈悲 不把你刚才说的话告诉他 你们两个,识相的话现在就赶紧滚 否则啊,张绍来了你们想跑都跑不了 思思啊,不然就算了 放心,不会有事儿的 我倒要看看这个张绍是个什么货色 这位小姐,你先别再说了 你竟然还帮这种货色说话 你眼瞎眼你 怪不得别人都耻笑 张绍 你可来了 你可来了 我等你呢 我都受欺负了呢 小姐,你们赶快走吧 林林姐牙刺必报 她一定会跟张绍包撞的 不急 我这别墅还没买 怎么能走呢 小姐,您既然选择我们别墅 想必您也是做过功课的 我们这儿的别墅都十分畅销 所以比其他楼盘都要贵 而且您挑的这套别墅又是最贵的那套 哦,那你说说看 这套别墅多少钱 五百块呢 哦,才五百块 谁呀,这么嚣张,敢欺负我的人 难道他不知道我是谁吗 让我看看,到底是谁 小姐 你们赶快走吧 不然以为我真走不了了 能,就是他们 穷得叮当响 还以为自己多了不起呢 狂的都没边儿了 怎么是你们呢 你们两个也配在这里 难道说这里的房 你们也能买得起 我可警告你们 趁现在赶紧滚蛋 否则 你疯了 你竟敢打张手 这是神州航,航长 航长 这,您这是怎么了 霍 霍小姐 你怎么来这里了 我感觉您可能需要一套房子 我听说这里的别墅特别不错 所以特意跑过来买一套送给您 没想到大水冲了龙王庙 自家人不认自家人 差点冲撞了您 行长 他们只不过是我妹妹的继子和儿媳 有这么大的面 张强 还不赶紧给霍小姐和顾先生道歉 可千万不能得罪神州银行行长 连他都尊重的人 肯定另有身份 霍小姐 刚才真的只不好意思 我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还请二位多多包涵 道歉完了就赶紧滚 少再扎一 好 等一等 你 过来 我刚刚眼瞎了 没有认出霍小姐 霍小姐 您大人有大量 就别跟我一般计较了 是我有眼无珠 捧高踩低的东西 给我打烂他的嘴 赶出这家公司 不不不 霍小姐 对不起对不起 是我的错 我没有认出来您 您就放过我这一次吧 我再也不敢了 赶紧滚 好 霍小姐 这套房我买下来送给您 不用 我自己有钱 刷卡 这可是至尊黑卡 全世界仅此一张 您这就是什么大人物啊 不该问的别问的 快去 五百块支付成功 老公 我们有自己的家了 那我们快搬进去吧 霍小姐 我这就安排人给您搬家 哎呀 好像 放下来 小钱 帮我倒杯水 小钱 这是怎么回事 助理呢 顾总 你还不知道吧 昨天小顾总来了 看他办事不利 把他给开了 什么 他竟然敢开除我的人 走了不少人 八成都是不肯偏向顾明廷的人吧 小钱 让你做的项目方案 准备的怎么样了 没做呢 不是说不错了 谁说不用做了 小顾总啊 坐坐坐坐 现在就坐 我才是总经理 他现在还什么都不是呢 小钱 方案还没做好吗 一根根都没干完活儿 全都跑了 人呐 你们今天可是一点活儿都没干 人全都跑 再这样 我全部开除你们 我们可是小顾总的人 你平时不开除了呢 是啊 就算开除也得是小顾总来开除才对吧 你用什么权力开除小顾总的人呀 老公 怎么了 今天公司出什么事了吗 顾明廷把我的人都开了 有些这帮人你整天什么事都不干 叫也叫不动 你到下班就全跑了 还说呀 他们是顾明廷的人 我没资格开除他们 直接开除就是了 这件事情顾明廷不占领不是吗 而且你才是公司的总经理 顾明廷有什么资格管你开除谁 又有什么资格开除你的人 你说的对呀 我怎么没有想到 好 明天我就这么办 好啦 既然事情已经有了解决办法 你就开心一点 再等一会儿 咱们就可以吃饭了 小顾总 昨天的方案你教一下 我错不了 你找别人做的 听说顾总在家里可不受伤了 这个 左经理的位置迟早是小顾总的 是啊 现在就听顾总 以后小顾总上位 那可就惨了 你们想多了 顾明廷 没有听过上位 当然 如果你们想要追随她的话 现在 可以走人 我可是小顾总的人 你敢动我 你现在就可以走人了 我不走 除非小顾总 赶紧给我滚 我一定会告诉小顾总的 你看她回来怎么收拾你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 她怎么收拾我 还不喝 顾总这是昨天的方案 顾总您喝饮料 好了 都继续干活吧 这下该消停点了吧 喂 先生啊 啊 今晚上回家一趟 我们一家的一起吃个饭 嗯好 今天晚上我带思思一起回去 哎呀 明天 这个进步不小啊 啊 能做出这么好的方案 没事啊 你好好看看 你可以好好向你弟弟学习啊 这 这不是 这不是我的方案吗 顾明禅 有你这么多哥哥的吗 你抢走弟弟的 总经理的位置也就算了 如今连方案也要抢你弟弟的 你弟弟这么乖的孩子 怎么会有你这么贪心的哥哥 顾明廷做的方案 先别这么肯定吧 就他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方案 我思思 你一个嫁进来的媳妇 有什么资格 在这插嘴男人的事 婆婆 你不也是嫁进来的媳妇吗 你不也不是男人吗 为什么可以一直在这指手画脚呀 你腻腻 够了 思思 再也这么说 她也是你婆婆呀 就是 嫂子 你不能因为跟我哥是夫妻 就处处都像了她呀 这个方案就是我做的 要不然能在我手里吗 明天 你说这个方案是你做的 你有什么证据吗 今天 我下班之前 就把合同放给公司了 你们可以看一下 来呀 去公司看看 是 哥哥 我劝你不要再挣扎了 这个方案就是我做的 你呀 肯定找不到 哦 你怎么知道 肯定找不到 莫不是 这份方案就是你偷走的那个 霍思思 你可不要噱口喷人 哼 待会儿 她要是找不着方案 我看你们怎么办 不懂公司没有找到少爷叔的方案 怎么会没有 我明明 本来好心好意 把你们叫回来 就是想联络一下你们兄弟之间的感情 没生意想你嫉妒你弟弟的才能 啊 不信说谎话 诬陷他 爷爷我真的没有撒谎 哎呀哥哥 你就别再嘴硬了 既然拿不出来 那就只能是说谎了 是啊 要我说 你啊就是个撒谎精 根本就不配做公司的总经理 还不如早点把位置让出来 伯伯都说了 男人的事情 女人最好不要插手 怎么现在还决定起 谁当总经理的事儿了 闭嘴 公家还轮不到你来做公司的主 是 你们俩也别太得意 我现在不想看到你们 赶紧给我走 谢爷爷 走了 思思对不起 是我连累了你 不是你的错 本来他们也不欢迎我 方案真的是我做的 思思你相信我吗 我当然信你啊 像顾明廷那种人 是做不出来这么好的方案 这肯定是他偷的 可是 爷爷不相信我呀 不怕 我有办法 妈你说这次爷爷把我夸上天了 那下次要是没做好 你可就完了 哎呀 怕什么呀 你爷爷今天这么夸你呀 他呀 要是明年想着表现自己 还要做个更好的 到时候 你再送过来一次不就行了吗 对呀 谢谢妈 我现在就办 喂 小钱 公司开除你的事儿啊 我已经帮你摆平了 不过 以后顾明廷要是再有什么方案 你还是要拿过来给我 知道了吗 等我接手了工资 好处少不了你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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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顾铭婷 我看你这次怎么教练 爷爷 请看 这是我新做的方案 知道您今天来公司特意赶出来的 给您了啊 长长眼 我明天做的方案肯定好得了不得 明天 我看你是疯了吧 什么垃圾方案 什么 你还敢狡辩 你看你啥不行 什么东西 怎么会这样 怎么回事 你自己做的吗 你自己不清楚吗 这明明是顾明琛做的方案 他不敢交给爷爷 求我替他交 我这好心帮忙 结果还挨了一顿骂 是啊 明廷可是个心机善良的孩子 没有想到被顾明琛 这个心肠歹毒的人 他竟然陷害弟弟 顾明廷 差不多得了 你骗骗大家也就算了 别把你自己也骗了 不会做方案就不会做 干嘛要偷呢 这不把我们不要的废案都偷走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 你手上那份 不过是我们不要的废案而已 这一份才是明称座的方案 你陷害我 我陷害你 顾明廷 如果不是你一而再再而三地 偷走明称的方案 还把它据为己有 还在爷爷面前出尽风头 你会有今天吗 你小的还敢投方案 我以为你有几分长进了 哼 闹了半天 是十人牙会 爸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事可以说清楚啊 再不济 还可以请您出来主持公道 只用这种手段 来陷害弟弟吗 这 这简直没把您放在眼里呀 对 一家人 有什么不能说清楚 你一个孙媳妇 这样耍手法 对付我孙子 啊 你有没有把我这个老猴子 放在眼里 你信不信 我马上让你滚出这公司 怎么 听爷爷这意思 是要袒护他顾明廷了 袒护 这是我家的公司 这是我爷爷 再说了 我又没犯错 哪来的袒护 没犯错 偷东西叫没犯错 那你家得犯了多大的事 才叫犯错啊 亲兄弟的事 这怎么能叫偷呢 倒是你这个外人 用这种手段 那可是要上家法的 够了 顾思思是我老婆 她才不是外人 顾明廷 你是想抗护或思思吗 你这个兴术不振的女人 不配出我们顾家的孙媳妇 思思是我老婆 我当然要维护她 更何况 是她顾明廷偷了我的策划 你们凭什么说 是思思心术不振啊 你这个逆子 竟然袒护或思思 我看 你跟她一样心术不振 心术不振 我看心术不振的人 是你们 反了 反了天了 赶紧把顾明廷 和这个心思歹毒女人 尬出去 让你们耍手段 现在要为改同公司了吧 看看你们的样子 尽上落水狗一样 现在赶紧跪下来给爷爷求饶 兴许爷爷还能发发慈悲 留你们夫妇两个在公司 扫扫厕所什么的 今天被赶出公司的 会是谁还不一定呢 你什么意思啊 今天被赶出公司的 会是顾明廷 而不是我 还在这说大话呢 是知道自己要被赶出去了 在这多说两句 站站嘴上便宜吧 他一个乡下村姑 也只能在这吹吹牛吧 小谢 别把牛皮吹破了 你一个乡下村姑 不就有两个钱 顶多就是个爆发货 想把我们明廷赶出公司 你做梦吧 时思 你在说什么 就算我们再有钱 也不可能把他们改成公司 明廷 时思 你这个满口谎言 心术不成的乡下村姑 不配做我们顾家这些学习 dough 顾明廷 你要还是我们顾家的子弟 就休路这个村姑 calcul 你呀 我是一定不会和思思离婚的 如果你非要敢思思走的话 那就把我也一起赶出去吧 反正这个家 这个家 也从来没有把我当作家里的一份子 好啊 既然你这么说 那你就给我滚出顾家 要滚的人是你们 哼 好一个乡野村 好大的口气啊 好 郭明辰 既然你选定了霍思思 那从今天开始 郭明辰 顾家跟你断绝关系 郭明辰 从今开始 顾家再无跟你半点瓜葛 爷爷竟然真的与我断绝关系 你们就那么绝情 诺大一个家 竟容不得我们夫妇二人 这样的家 不呆也罢 记住你们现在狂妄的样子 我告诉你们 你们狂不了多久了 来人 把他俩给我拖出去 董事长 不好了 公司 公司破产了 好多都得 怎么会破产呢 公司的资金出现了问题 三大银行同时冻结了咱们的公司资金 说咱们资金来源有问题 三大银行 我 我们家什么时候我得罪三大银行 查 快去查 是董事长 肯定是你 肯定是你 肯定是你这个丧门星 要不然我们故事 咱们可能会破产啊 我宣布 收购 故事集团 霍思思 你少带着吹牛了 你不就是一个乡下来的村姑 你拿我什么本事 收购我们诺大的故事集团 你做梦 顾明辰 你怎么找了这么一个爱说大话的老婆呀 你们夫妇俩什么脑子有病啊 啊 当初你们去找陆神医就不该治腿 就该治着你们的脑子 还什么收购故事集团 做什么大梦呢 别到时候收购不了 在这儿哭鼻子 思思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明辰 再等等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 待会儿就知道了 霍思思 不要再胡闹了 你身为故家的孙媳妇 在故事集团碰到破产这等重大危机 几十个 你不要再开收购公司这样无聊的玩笑了 啊 简直是慌妞 怎么 现在又承认我是顾家的孙媳妇了 刚才不是还要赶我们走吗 就算我赶你们走 但是 在顾家遇到这么大困难的时候 你们身为身上流着顾家血脉的子孙 就应该回来 帮助顾家渡过难关 哎 顾老爷子的算盘 打到国外有人都知道了 想我们给顾家丢人赶我们走 完了 又想让我们在顾家有难的时候回来当牛马 怎么 不想付出 只想享受我们的劳动成果 好处 你一个乡下来的丧门乡 那有什么好处 我今天就要好好的教训教训你 让你知道婆婆才是天 既然 名称已经和你们断绝了关系 那你也不是我婆婆了 也麻烦你 不要在我面前再拿婆婆的款了 钱阿姨 好 好 既然你们不愿意帮助顾家 那你已经不过过足见 董事长董事长 不好了 公司真的被收购了 啊 白叔 是谁收购了公司 是 是大少奶奶 怎么是你 什么 是你 你哪来那么多钱 不是假的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肯定是假的 她哪来那么多钱 肯定是假的 怎么 这可是你们自己的秘书 难道还能联合我骗你们啊 那也说不定 是你这个乡下村姑耍的什么手段 你这么贪慕虚荣 那可没准 胡说 小李跟了我这么多年 绝对不可能被她收买 是 是 父亲您说的对 明山啊 思思 爷爷知道你们是好孩子 可是你们兜里有钱 为什么不愿意拿出来 帮助顾家周转资金呢 还把顾家给收购了 我们可是一家人啊 你们是不是为了帮助顾家 才这么做的呀 是 是 大家都是一家人 都是一家人啊 我虽然是继母 但我可是一直拿名声当亲儿子看呢 不可能会是这样 一家人 谁跟你们一家人 思思 你怎么这样 我们可都是一家人啊 是啊 思思 名称是我儿子 你也是我亲自挑选的儿媳妇 我们不是一家人 谁是一家人啊 是啊 是啊 哥 嫂子 咱们可是一家人 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一家人 何必闹得这么难看啊 怎么 现在知道我们是一家人了 晚了 思思 你们怕不是忘了吧 刚刚 就刚刚 你们把名称和我 赶出了公司 赶出了顾家 怎么 你们是金鱼脑 刚刚说过的话 马上就忘了 思思 我刚才那是跟你开玩笑呢 这名称是我们顾家的大少爷 你又是我们顾家的儿媳妇 我怎么可能会把你们赶出我们顾家呢 这时候知道急了 知道挽留了 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什么目的吗 不就是想把我留在顾家 好保全你们公司吗 我告诉你们 做梦 从今天开始 这个公司 就是我和明称的公司 和你们三个 没有半点关系 没有关系 就没有关系 就算没有了顾氏 以我们顾氏的财产 我们一样可以东山再起 别以为收购了顾氏 就可以高枕无忧 顾氏得罪了三大银行 你接手了顾氏 就是跟三大银行作对 你死定 这事就不劳你们操心了 现在 你们三个人 给我滚出去 贵北山 你是这样眼睁睁的看着 眼睁睁的看着 你老婆把你爷爷赶走吧 我可是你爷爷呀 爷爷 爸 我不会赖在你们的小伯手里 如果你心软舍不得 我们也可以给他养老 但是 你要是让我孝顺他 那我可可以的 好 养他就好了 至于其他的 我们也不是什么圣人 思思 思思 你不能这样 我也不管别人 但你不能不管我 我是你婆婆 你不能不管婆婆呀 我是明辰的母亲 你是他老婆 你得管我呀 婆婆 我的婆婆另有其人 她已经去世了 才不是你这个毒妇 凭什么 顾明辰已经抢了我的总经理位置 现在竟然连这个公司都要抢走 快呀 快点求你哥呀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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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走啊 我可是你亲弟弟啊 你别人可以不管 我你不能不管呀大哥 我不想走 顾明廷 你现在知道后悔 好来和我打感情牌了 你不觉得有点晚了吗 大哥 我可是你亲弟弟啊 爸去世以后 咱们就是最亲的亲人 咱们是 打到骨头连着筋的亲人啊哥 你不能不管弟弟啊 你不能不管我呀 别说这些了 我是不会听的 当初你羞辱我和我老婆的时候 甚至想要我命的时候 你就应该会想到有今天 顾明辰 别给脸不要脸 不就是收购公司吗 你连亲兄弟都不顾了吗 三大银行早晚得找故事集团的麻烦 你们接手了这个烫手的山芋 你们就等死吧 哦 那我就等着 看看三大银行的行长 到底会不会找我麻烦 你还笑 你不会想说 让我们故事破产的人 是你吧 对 就是我 你现在才猜到啊 又开始在这说大话 你一个村工 不过就是有点小钱而已 只不过就是一个爆发货 让我们故事破产的 是三大银行 你不会想说 那三大银行 听你的吧 哦 那你就拭目以待 看看三大银行 到底听不听我的 你们三个 三分钟之内 马上派个代表来故事集团见我 别以为你一个电话 就能把人叫来 你一个村姑 不你配吗 鼓名挺 事到如今 你还在羞辱我老婆 来人 把他们给我赶出去 别 还有好戏 要他们看的 四星 你真的能把三大银行的行长 叫过来吗 还是把他们赶紧赶出去 万一 明晨 没有万一 他们马上就到 还装 还装 到时候人来不了 我看你们怎么圆谎 三大银行代表到 什么 三大银行的代表 这人真的来了 不可能 不可能 绝对是找人来演戏 他一个村姑怎么可能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敢直呼首富的名婚 什么 首富 他一个村姑 怎么可能会是首富 放肆 你算什么东西 敢羞辱我们女首富 看我今天不打赖你的嘴 贱人 你居然敢找人打我妈 看我不能弄死你 明晨 明晨 滚 滚素姨啊 思思 明晨 你能醒过来真的是太好了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们的好日子才刚刚开始 我还要陪你走完下半辈子 怎么舍得死呢 明晨 我们一定要好好走完这辈子 你答应我 下次不许再做这种事情了 一直以来 都是你护着我 我也想护你一次 谢谢你 我真的太感动了 郭小姐 请问顾明廷母子怎么处置 敢打上明晨 给我打断她的手脚 发配非洲 是 黄小姐 思思 接下来 你打算怎么办 既然已经把故事集团收购了 那咱们 就下基层视察一下 嗯 好 故事集团这个名字 听着就晦气 不如 我们改个名字吧 叫 盛天集团 你觉得怎么样 好 都听你的 那我去收拾收拾 咱们现在就去盛天 欢迎订阅周二陶子剧场 每日更新最新短剧 我们下期末